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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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要騎山路了 對 哇 感覺我們昨天的訓練 今天可以好好展現一下 對 要派上用場的 沒錯 捷景就很放鬆了 對啊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乘封了 大概有六年之久的一個秘境 六年 六年耶 看到那邊有寫一個朝聖橋嗎 有耶 對 就是一個原住民的朝聖的一個聖地 對 很值得來一看 對啊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用登山車騎了一段碎石路 一下切到河谷 然後我們再改徒步的走進去看看 碎石路會不會很難騎一下坡 不會 你們經過昨天的訓練 昨天經過那個今天就是還OK了啦 是是是 只是說不要太High 對 還是要 煞車還是有很多 該要自己 要殺要殺 攻擊姿勢 他最主要還是姿勢 一定要保持 Keep low OK 好 Keep low OK OK 那我們出發喔 好 go 碎石 全部便宜 好 快 上 這樣 過 上 對 不行 不行 這個我不行 這個我會怕 這個我怕 好 安全為重 這個我不行 全部都這樣子喔 你要從頭線到尾喔 唉唷 點到我們了 會不會去馬上大汗喔 這個好陡喔 這沙子耶 沒有昨天難 你確定耶 真的真的 等一下 我流汗 流汗 等一下 等一下喔 我慢慢來 我有點怕 等一下 阿姨啊 等一下 阿姨啊 很穩 很穩 不穩 不穩 教練 不穩 不穩 很穩 很穩 都 自己嚇自己而已 等一下 我到這裡好了 好 那用千人沒關係 這尊度我有點 好 車子會幫助你 你只要記得 應該要平衡 保持一動 好 保持一動 我就絕對不會跌倒 停住就沒平衡了 好 然後保持不要快 好 好 不用叫自己 好好好 這樣就很OK 好好好 好好好 就保持這兩步 好 抱著 好 好 這好像是我們上山下 有史以來第一次邊騎車邊到秘境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過程 還蠻有趣的 像這樣子我就覺得 會蠻想要來多多爬山的 沒想到在這種地方 我們平常都用走的 今天當我們騎越野自領車之後 完全體會到的是不一樣的心境 尤其是在我們那個下坡的時候 哇 自走追風的速度 讓我覺得 太開心了 好啦 投死後輪 跳一個 哇 教練 那我們為什麼停在這裡啊 休息啊 我們就已經到了 泰谷拉法斯的 下切點的地方 喔 就是這裡了喔 那我們車子就是停在這邊 OK 好 鎖起來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徒步下去 OK OK 好好好 我們也省了一段 需要走路的時間 騎下來最快 超滿快的 超好玩的 好 Let's go 好 來 talking一下喔 我們的泰谷拉法斯就在前面而已 欸 那水 水源很大槓耶 遠遠看就看得到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 一連串的下坡地形 Oh my god 沒關係啦 手套準備好了 待會我們就這樣一步一步 靠近這個地方 已經要攀岩了耶 看到了嗎 看到了 蛤 蛤 你說看到瀑布了喔 對啊 喔 有耶 很近耶 感覺滿深的 對 因為我們要下去 滿深的 對 欸 我感受到了 瀑布的涼感 一下來就涼了 好漂亮喔 欸 這邊 這邊大井嗎 大井啊 大井 看一下後面的大井 好高溫喔 這個是以 Mountain Bike來說 這是雙黑線 雙黑線 等級很高了 對 專業等級 我們阿丹說這樣的地形 他們基本上越野車 來說算是很高級的路線 是 只是它稍微它會整理啦 但這個坡度是一定會出現的 對 這種坡度會出現 會 很漂亮喔 Mex 很漂亮耶 真的是 這搞不好是我們前十命 漂亮的瀑布 對 哇 今天這樣的行程 我覺得可以 非常滿意 你看很粗也不會走太累 然後又輕鬆抵達 而且你那一幅應該看得更清晰喔 欸 對對對對 今天我們都有帶這個720 對 因為我這是high color的 所以會將一些 這個 不好的光都濾掉 濾雜光 所以看得出來 那個山是山 水是水 那你有沒有覺得我今天特別的不一樣 欸 你今天怎麼了 就是 整體 真的耶 榮光煥發 有了這副眼鏡的這個 有沒有覺得我後來變成 一個很專業的凹豆卡 真的耶 我覺得出來 有一副這樣的墨鏡 真的是很棒 機能性的 我覺得帥氣度很重要 對 然後脫下就覺得好刺眼 好不舒服喔 戴上去之後就覺得 可以用最舒服的狀態 看這片美景 那我等一下也帶我的看看好了 要要要 欸 這麼剛好喔 西角金龜 有沒有那個 欸 那不是獨角箱喔 不是不是 可是它長得很像 一樣有一根腳 好笑喔 欸 阿姊 還看不到西角金龜 好像神獸的那一隻腳 正常來講 我們這個地方是西角金龜的土地 然後西角金龜其實在國外 它一年有兩三代 因為國外是熱帶 那它主要是在熱帶的地方 然後在馬達加斯加也有 可是在台灣喔 它一年大概只能一代 因為台灣還是有孫下拖冬的 雖然說高平這邊 它的冬天會比較熱 但對他們來講還是比較涼快 它在這邊出現是特別的 通常會在比較我們那種 有種檳榔的地方 你知道西那個檳榔樹的汁液嗎 對了 三分之一 它是空它嗎 從檳榔 那個樹的根部之類的 慢慢的吃上去 阿丹果然是內行的 西角金龜是農業害蟲 你知道它在國外是 危害棕櫚車植物 就什麼魚植子那一類的 台灣它危害最多就是檳榔樹 他喜歡吃檳榔樹 不是 它的母蟲會去挖檳榔樹的樹幹 可能靠下面怎麼樣 挖了以後呢 可能旁邊會有那個它的纖維 它的質地開始糊爛 它的媽媽就會在裡面下蛋 下蛋它一有蟲 就開始在裡面吃那個樹幹 吃到裡面就一個洞 然後那個風一吹 然後去就倒了 那我覺得觀眾朋友要認清楚 其實這種西角金龜 跟土角形 跟糞金龜又不一樣 不一樣 雖然它們外觀長得很像 對啊 它這個還不算是很大隻的 這個是它小時候的營養 沒有非常好 所以它就只能這麼大 甲蟲只要是變成這樣 有硬殼的 成蟲 就不會再長大了 所以這是公的 因為有頭角 母的就沒有頭角 母的頭角一點點而已 好啦 放走它囉 好 那我們也繼續下切 今天去我們的聖地了 哇 到了 對啊 太漂亮了吧 比達了 太美了 好碧綠喔 對喔 你剛剛原來從樹林 你就被這個碧綠的光黃的震射出 對啊 那種涼感 而且這個瀑布 現在應該是 算是風水池吧 不是瀑布水 都已經這樣起來了 如果我風水池這樣 應該一整片的喔 對 我們剛才走下來的時候 其實是遠的跳 然後你根本看不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但是我們就一度 接過這個下坡走下來 我突然有一種真的是感受到 我們進入盛進的感覺 我們到這個 到這裡面 忽然就忽然開朗 整個環境空間 變成一個超大格局 對 然後一個超美的雷井 難怪他們說這邊是聖地耶 是的 我們覺得像原住民的聖地 那種特色 我們就感覺這裡落民的那種事情 是非常的好的 天地能量 會有匯聚在這邊的那種感覺 滿滿的正能量 真的 它以前又叫嘎拉灣瀑布 以前以台灣的名字 還講是一個王者 旁邊那個圈圈式 也有剛好勝過王者的風伴 漂亮 漂亮 太怕怕了 太古拉法師的這個搖滾前區 越來越好 對 真的很美啊 對啊 聖地聖地 可以感受到它那種 天然的冷氣這樣子 朝你一面撲過來 就是風滿大的 會有點停地覺得 很微小的 對... 它除了這個大圖外旁邊 還有一些小小的枝柳這樣往下 它這邊的水源頭是在上面 從上面的水上一路切消下來 所以你看 它切下來有一些地方 就分支變兩者 然後旁邊那邊就又切一條出來 那你看旁邊我們這邊 剛才不是講說鑽鑽細流嗎 對 還沒說的 那個假以時日 只要它繼續流 可能就會各自形成一個 不不如的樣貌 就會夜蛙 夜蛙 對 一直切膠 我們以前有一句話 叫水滴石川神聚木斷 就是這個道理 沒有停止的 這個沒有停止 也讓我想到這邊的愛情故事 這邊其實有一個 非常重人的愛情故事 相傳在很遙遠的時候 有一天天國有個王子在玩球 玩著玩著不小心 球就滾到這個地方 他就到了這個大舞界 開始尋找他最愛的那一顆球 找著找著 就找來這裡了 然後就發現 怎麼那麼美女在那邊 好漂亮喔 連神都很動容 就在這邊跟他談了一場戀愛 但是談著談著忘記回去了 但是天神跟人 是絕對不能談戀愛的 於是他們就化成了這一旅 這麼漂亮的瀑布 象徵的愛和永遠的 永不提醒 永不哭街 真正的愛是源源不絕的 就像這道瀑布一樣 深深不行 我覺得夏天請你來這邊 應該也蠻提醒的 要提醒一下 照理說 因為這邊是一個原住民的聖地 對... 他們對這邊是充滿了尊重 跟尊敬 所以我們來到這邊 要尊敬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 我覺得到這邊 我們不適合玩水 我們更適合的是來這邊 看它的美景 享受這邊的自然的感覺 好 來朝聖墓益 真的 放空一點 有點文化在這邊 是的